查詢 查詢 請輸入姓名 這邊也是關鍵這部分是姓名 再來的話就是 條件 條件其實就是這個地方 也就是我要查回來的資料 如果老闆說你不要給我太多 我不想知道太多 你給我他 住在 哪一條路上就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 查回來的資料 請給我什麼 姓名 加上什麼呢 兩個欄位就好了 姓名加上 他的什麼呢 街 所以這邊的話 街道 特別是藍位名稱不要打錯 街道 你就給我兩個欄位 姓名跟街道 然後 from 一樣是地址 這個是資料表名稱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會有什麼呢 會有姓名 比如說他姓什麼 然後 like 這個條件 就去查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最後也是一樣 假設說我今天要查一個 一個人的名 比如姓 姓什麼 姓王的好了 請幫我查出姓王的 那這邊的話最後的話也是一樣把這個姓名查詢按右鍵 指令聚集一下 找到那個姓名查詢的 這個對應官 這個好 然後按一個確定 那再點旁邊一下 按 這邊的話 請輸入姓名 那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呢 找到姓名的 OK 那我們主意來跑 這個地方我把它設個中斷點 在這邊 把它設個中斷點 停一下 那如果說呢 我希望 幫我找到 等一下我先取消一下 把這邊把它設 這邊設個中斷點 這邊停一下 這個在停止 OK 那再來 按一下按鈕之後的話 這邊把它刪除 那這邊 我就直接按一下姓名查詢 比如說我找姓王的 王的 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 就停在這裡 這邊是王 然後他會 去姓名的欄位裡面找 看看有沒有姓王的 有的話呢 把這兩個欄位 找回來 放在 這裡面 暫時存放 OK那我們按了個8 然後再來 他會幫我怎麼樣 新增一個 然後把名稱 改為王 對不對 然後並且把 最後的查詢結果兩欄而已 所以最後只有兩欄 摳到A1 有沒有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摳過來兩欄而已 對不對 然後呢 再切到 序則1裡面 就 Close Close Nothing 就完成了 OK 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說呢 練習 像這個地方 關鍵字查詢 那除了這個姓名之外 請各位自行在練習 就是 郵遞區號 跟城市 和街道 我想這幾個其實也可以 獨立出一個 查詢的條件 把畫面先 切換給各位試試看 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先 拿到 威脱 去